7月2日,駐華總會館在舊金山中國城該會館大堂舉行總統交接儀式。 旅美三一總會館主席關家晴,臨任中華總會館總統。 中國駐舊金山總領事張健民出席交接儀式。 舊金山市政府律師邱順福,舊金山警察局助理局長拉薩, 加州眾議員丁友納代表吳玉珍,舊金山灣區中國統一促進會理事長慈鴻胡及眾委成員也到場祝賀。 新任總統關家晴在總領事張健民監交下接過滿任總統王中華手中引訊, 並在副總領事周永雄的監事下宣誓就職。 隨後,滿任總統王中華在致退職辭時表示, 2個月的總統任期將告一段落。 在這2個月中,他一直遵循總會館章程認真處理會館的一切事務, 並精極參與社區各項活動。 在此,向主席團各委主席及全體雙董的大力支持和合作, 表示衷心感謝。 他指出,中華總會館是舊金山各大僑團的最高機構, 致力於華埠安定繁榮,爭取喬包福祉, 並引領各大僑團舉行各項有意義的公益慈善活動。 在謀求祖國統一大僑團推動中美友好關係上, 總會館歷來都是新鮮事足。 同時,他讚揚新任總統關家程是一位熱情友善, 喬舍經驗豐富的僑團精英。 相信在他的引領下,總會館會務定能取得新的進展。 新任總統關家程, 在致就職辭時感謝大家的支持和祝賀, 也感謝滿任總統王中華, 在任時的辛勞付出。 在未來的日子裡, 他期待與主席團和雙董們一起盡心理職, 遵循總會館章程, 全力以赴做好份內工作, 維護喬舍權益, 接受新形勢下的新挑戰, 不辜負大家的重託和期盼。 總領事張健敏在致賀辭時表示, 中華總會館歷史悠久, 曾經為廣大華僑華人在美立足生存和發展, 做出過歷史性貢獻。 在中國發展進入新階段, 中美關係處於新的歷史關口, 中華民族迎來偉大復興光明前景的今天。 希望中華總會館能夠再次擔負起 此時代賦予新的歷史使命, 團結帶領廣大讚美僑胞, 關心支持中國發展建設和國家統一大業, 助力中美關係重回政委, 以實際行動, 融入民主復興為業, 敘寫中華總會館,百年揮國。 舊金山統促會理事長赤洪湖致辭時表示, 今天是統促會會長關家晴就職總統, 希望統促會繼續與中華總會館合作, 為中國統一作出貢獻。 他稱讚關家晴是一位盡職盡責, 容易溝通的難得人才, 更祝福他在未來工作順利, 廿足聯中華總會館會務發達。 交召儀式上, 僑團和嘉賓紛紛上前向新任總董關家晴表示祝賀並合照。 儀式完不後, 眾人移步康蓮海鮮酒家, 舉行慶祝五言。 僑部記者, 陳武清舊金山報導。